一年好幾天都是陰天的天氣 大雨說來就來 古山區的後生裡 因為地勢地蛙 每封預計都會淹水 讓民眾相當困擾 不過古山區抽水站的新建工程 在年初完工了 伊藏也十分期待 能夠有效降低淹水的情形 我也要感謝市府 把我們的地下抽水 佔今年年底 今年年齊來完成 希望能夠發揮效果 把古山羅的地上的水 能夠調合你 能夠稀釋 包括我們叫羅來流過的水 都可以流去我們的大海 大海的愛河 如果這樣我們就不會吃水 不然翁年 實際上如果我下一個河 就很會吃水 新設抽水機 搭配上古山製紅石的工程 最近幾年 淹水的情況開始好轉 就算遇上了又大又急的強降雨 水退的速度也比之前快了 讓附近居民不用再像過去一樣 擔心受怕 晚上下雨的話 你就開始在擔心 都不敢睡覺 如果電視有氣象報導說 有雷震雨或是那個的話 就一直在擔心 可是現在就 最近就差很多 你就可以安心睡覺了 要做到更有效的防範淹水 但靠市府可不夠 除了地下香潭 還有排水溝 要交給水利局 與環保局來做清書 地上更是大力推動自主防災 宣佬黎明平時就要做好 烏火鉤的情節 因為後面到起床的 我們樹林的土地 大家拔個時間 把後面到清清 這樣我們的水比較好長通 至於大部分的 就是我們的大條路的 地下香潭的 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有經過 無人恐慨下去清書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裡比較不會擠水 因為酒餅幾個 你的水都流到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流到 我們的高山的大排水溝 這裡流到愛河 所以如果要暢通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不會擠水 從里內的排水溝 一路到制洪池 再到運河 環環相扣 每個環節都必須要做好清書 才能有效防止淹水 今年古山更有了新設收水站的加入 依照於居民都期望 能夠發揮看得見的效果 讓淹水噩夢不再發生 記者崔天勳 高雄報導